這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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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水 這樣水 這樣 這個是我的兒子 我的大兒子 在身上沒氣 他跟他爸爸吵架後 他就離家出走 沒有再回來 我們有些早 他找不到 不過我就沒有身邊睡 就在9月5號 有人臨村來破家 破氣 破我的臉包 破我的門 破我的車 然後 就停止 這樣子 養我的兒子 見錢 叫我幫他玩田 不然他就會幫我燒 我們就馬上去報警 然後 他一個電話都沒有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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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為什麼這個阿龍會找到我們家 因為他離家出走 他放我們家的地址 他放我們家地址 所以 他沒有換過 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住這個IC 然後在這邊 他叫我們 被我們煩惱還錢 我們也不知道他借多少錢 然後 我們報警之後 我們就很怕 警方幫我們判斷 警方幫我們判斷 可是他們講 我們不是黑人 你們一個Case 我們不能夠二十日曉得一直判斷 如果你們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們就報警 9月16號 星期一的時候 打一會來破氣 他把我們整個車破到 整個車破到全部是更嚴重 整個又再破第二次 我們又去報警 可是我們也不能做什麼 因為我也是一個 他的爸打過後 我們也是分開了 我只是一個膽小媽媽 我還要帶著兩個孩子 還在讀書 他媽還要辦公辦公 我們根本都沒有錢 然後他的爸爸 之前還等我的兒子走了過後 他的爸爸也是欠了很多信用卡 然後也是走了 我也沒有跟他爸爸在聯繫的 也不懂他在哪裡 現在我們他一直來騷擾我們 我們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我們是被跟蹤 因為當天9月16號的時候 我很遲才睡覺 因為我很怕 我已經登三點睡覺 然後四點多他就來了 我們對面的鄰居 CCTV沒有拍到 他們駕車來 破我們的氣 他們拍到不是很清楚 因為很猛很暗 我是想跟他講 我們根本都沒有錢 我們只要幫他還 也都不懂他 也不懂他到底欠多少錢 結果我們知道的是 要跟他脫離關係 結果阿龍 他欠錢就找他去還 不要來追不服事我們的錯 為什麼要承擔他 他們做錯事的後果 我們是很無辜的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生活過得很苦了 還不能平靜現在 每天晚上都不能睡 每天凌晨來 來騷擾我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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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